咳咳 咳咳回来啦 妈呀 于大人 来 来 周先生 你平时能说会道料事如神 今儿咋没话啦 你们都看着我干啥 干啥 等你说话呢 你说说 今天于大人去康亲房那里 会是个啥结果 啥结果 那哼这小犬回来 自然是好结果 他这一副烦人不理的样子 这能有好结果吗 要不过去看看吧 别真有啥事 对 季昀 你去 凭啥我去啊 你是于大人的刀笔小利 你去最合适了 你是于大人的墓斌 你去更合适 咱们俩就 玉林去合适了 玉林是大管家 行 我去就过去 我去就过去 我去把马喂了 快点啊 等你啊 让他去吧 行了 你们都不去 我去 别别别 你知道今天于大人去康亲王那里 到底发生什么事吗 不知道啊 所以你也不能去 那咋办 都不去 万一大人出啥事 咱都不管啊 还是我去吧 姑父平时最亲我了 晓晓真乖 真孩子聪明 晓晓最合适 你去 你去 姑父不生你的气 来 来 晓晓是个好孩子 晓晓最亲姑父 姑父也最亲晓晓 你们呀 还真是小瞧我于成龙啊 没那金刚座 就不敢懒得慈禧活 我要是怕康亲王治罪啊 我就不会去上那道 罢错夫妻 你们是不是怕了 你都不怕 我怕什么 晋阳倒是有些怕了 你都不怕 我更不怕 再说了 我也不是不证使 他正因为不是不证使 所以不怕 他要是不证使的话 早就下回到 刀比小丽了 你还别说 我要是做了不证使啊 我照样不怕 好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咱啊 也不管他康亲王下面 怎么裁决 咱们呀 该干啥干啥 刘建阳 在 山堂 是 报 王爷 姚大人和吴大人到了 请他们进来 是 卑职姚启胜 叩见王爷 卑职吴星座 叩见王爷 二位大人起来吧 请过来一下 二位大人 下一步 我们就要在这三个区域 同时作战了 二位大人 有什么想法吗 王爷 福建所有的衙门 随时听从您的调解 好啊 二位大人今天一起过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 说 是关于今年 福建举荐着意义事 王爷 王爷 吏部催了好几次了 说让我们把举荐的人 赶快确定下来 上报吏部 你们不是已经举荐于成龙了吗 最终决定 举荐于成龙 王爷 还得由您来裁定 于成龙 已经来过我这儿了 他来了 他来了 对啊 刚走不久啊 这 他来这儿 是不是 他给本王上了个奏书 二位大人也看一看好 上康亲王 九霸错福起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这于成龙太不像话 太不像话了 吴大人 对于八错夫一事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回禀王爷 这几年 军队在福建派的各种服役 确实有些过重 如若能有所减轻 对百姓 对百姓自是一件好事 好啊 于成龙的意思 奏书上写得很明白了 我想 我也知道二位大人的态度了 至于于成龙的奏书 本王自会处理 至于举荐卓义一事 我想二位大人自己拿卓义为好吧 我说吴大人 你说此事如何是好 不知智太大人所指的是哪件事啊 是有关卓义还是有关罢错夫的事 什么卓义 我说罢错夫的事啊 事已至此 只能听凭康亲王的决断了 不 于成龙必须把上奏康亲王的 求罢错夫起收回 于成龙避开你我 直接将奏书成立到康亲王手里 还如何赎回啊 你说这个于成龙怎么这么会挑时间哪 偏偏在你我举荐他 卓义的时候 却来这么一出 不失失误 吴大人你想想 于成龙的卓义 是你我共同举荐的 康亲王又痛痛快快地 表了叹 他倒好 任着性子 跟康亲王对着干 你让咱俩怎么办哪 是啊 罢免错夫的事 不是你我能决断的事 但这卓义 还真就把我们给难住了 继续举荐于成龙吧 恐怕康王爷那不好交代 若此刻把于成龙换掉 另举荐他人 这 这简直不成儿戏了吗 胡大人 咱们现在去找于成龙 找他又何用啊 干脆把事给他挑明 要想还当这个卓义啊 就把求罢错夫起 收回 如不收回 就不要挡了 姚大人 恐怕这不合适吧 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不撤回咱们就换掉他 令据见别人当这个卓义 姚大人 平心而论 于成龙提出罢免错夫的事 并没有错 夫意如此沉重 百姓的确再也承受不起了 是 于大人 府台大人和智台大人来了 到哪儿了 进衙门了 是 是 成龙啊 你好像知道府台大人和智台大人要来啊 这个时候他们来干什么的 你说呢 锦阳 这没咱这事了 该干吗干吗去 周先生真是个大明白人啊 你以为我不明白啊 府台大人和智台大人来这里 他要干什么我清楚得很 我是替你担心 不是好歹 锦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你要小心应对 好 下官恭迎二位大人大驾光临 我跟姚大人有话跟你说 二位大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那好 那我先说吧 周先生啊 你觉得吴大人和姚大人 会对成龙说些什么呀 这不明摆着吗 既然两位大人亲自找上门来 无非就是要求于成龙 把给康亲王罢免错付的咒书 撤回来 事情没你想那么简单 那还能怎么样 周先生 你知道的 于成龙在广西和湖北 当过两次卓仪了 这次是被第三次举荐 而举荐他的人就是姚大人和吴大人 还有康亲王 这回啊 他于成龙罢免错付这件事啊 不仅办不成 着以恐怕他也当不了 有这个可能 不光是这些 如果康亲王 在罢免错付这件事情上 转不过来弯 他认为于成龙是干扰军务 妨碍平定天下大局 这性质可就完全就变了呀 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啊 你接着说 喂 继续说呀 赵先生 你逗我是吧 我好玩吗 我说什么都是错的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就你能看懂天下大事 别人都是傻瓜 锦阳 我没这个意思 你真冤枉我了 我冤枉你 你就是变成斗鹅 我也冤枉不了你啊 锦阳 平常我爱给你开个玩笑 但这次真不是 说实话就这件事 我没你想那么远那么深 我不撒谎 真心话 我一直替于大人担心哪 如若康亲王真像你说的那样 看待于成龙的话 那这是真够悬的 知道悬了吧 如果康亲王很下心 尚书皇上参叹一本 当不了着意 算个啥呀 恐怕福建布政使的交椅啊 他于成龙算做到头了 干扰军务 妨碍平定天下大局 静阳 静阳 周先生 我朕准备给老爷洗衣服 发现他手帕上有血 他好像咳血了 你看 刘静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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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阳 刘静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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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整理出来的壮丁户籍 统统给我拿来 张罗 你要户籍策干什么 我说话你听不懂还是怎么了 快去哪儿去 于大人 我想静阳想问你 要那个户籍干什么用 是吧静阳 干什么用 我要让他们看一看 让他们都清清楚楚 如今福建 每一个半壮丁 就有一个人去当差 如此征用名利 这就等于 竭则而鱼 老百姓还怎么活 老爷 你不要生气 千万不要生气 玉兰 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赶紧忙你的事去 你真的不能再生气了 你都 玉兰 你怎么回事啊 你没看到我今天有事吗 玉兰 回去吧 回去 于大人 玉兰今天真有话要跟你说 玉兰她有什么话 你先坐下 是 玉兰给你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你的手帕了 啥 成龙啊 你真的不应该瞒着我们呀 你看看你身边的人 哪个不是你亲人哪 我 我没事 你都可邪了你还没事 咋算有事啊 不就是受了点风寒吗 能有什么事 今天不谈这个事 你的病一天不能再拖了 他赶紧请个郎中来看一看 周先生 我说今天不谈这个事 不说 不说 你们知道 吴大人和姚大人 找我来干什么 我们能不知道吗 他们让我 把给康亲王的奏书撤回来 如果不撤的话 就不举荐我当卓翼 卓翼是什么 卓翼就是个光鲜亮丽的头衔 一封好名声 不就是一个荣誉吗 我俞成龙图这个吗 还不给我 给我我都不要 你和两位大人吵起来了 我当然跟他们吵起来了 我跟他们吵起来了 怎么了 柳京啊 你把整理出来的户籍名单 再找两个文书抄三份 分别给治台大人 府台大人和康亲王送过去 这事你要亲自续办 现在我们都替你捏了一把汗 你因为这件事 不是非得要把自己弄得一点退路都没有吗 什么退路 放下不管就是退路 刘靖阳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你不去我让周先生去 靖阳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什么道理 放下不管就是道理 这叫什么道理 如果天下每一个当官的 一遇到难处 一遇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就把老百姓的事情撂下不管 朝廷要我们这些当官的干什么 要我们这些父母官干什么 柳京啊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我去 我去 我去